老农拜见娘子 你怎么来了 娘子这是怎么了 没事摔了一跤 欧阳呢 他没事吧 不会落榜了吧 那阿能呢 老农就是回来报喜的 蒙蒙官家经典玉璧亲典 主人他如今已是荆轲 看坏了 他要花了 他要花 他要花 他真的生了 他真的生了 你赶 赶紧进来 帮我讲讲他的东京的事 你说他也真是的 你写封信回来不就得了吗 还让您跑上上千里来 特意见我 不过他也是 输那么多 那么多香楼 我一个人也拿不上 以为你帮忙正好 咱们这次去今 是走水路呢 还是走陆路啊 娘子 别先急 咱们从长起义 官人托我给你们带句话 说他如今既然已是官身 能 行 我那个给你泡杯茶啊 娘子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他不就是觉得 我不该再做生意了吗 正好 查房出了点小事 我就把他关了 德叔 您用过早饭没有 不是 老龙有话跟他说 能振 帕儿 您总算回来了 我担心您一晚上呢 德叔 你回来了 三娘 欧阳中了 炭花 炭花 恭喜 恭喜 恭喜炭花娘子 你比我早餐 又风光霞配啊 太好了 过两日日 你是不是就得静静了 那我帮你收拾收拾啊 赵娘子 孙娘子也不是外人 我索性就直说了吧 我不是坚能静静的 主人他幸得宫中贤妃赐婚 等过了谷雨 就要和高观察家的千金 成亲了 什么高观察 广激军节度观察留后 故军复都指挥室高虎 你再说一遍 欧阳观察 要娶高虎的女儿 别强了 你再说一遍 欧阳观察 别强了 你不是想逼死盼儿吗 主人说赵娘子聪慧 必能体谅她的不得了 闭嘴 就算是宫中贤妃 也没有随便主婚的道理 难道在这之前 他就没有问过 欧阳是否有婚约 问是问过 可主人和赵娘子之间 一无妇女之命 二无梅术之言 你 你说 你闭嘴吧 你 尹章 还有我们一家三口 全都知道 潘儿和欧阳定亲之事 那不过是口头约定而已 没有三书六书 哪能叫我约定 口头约定也是约定 更何况赵娘子 毕竟出身不好 我配你出身就好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若是没人注意 还困得过去 可要是让贤妃知道 主人为了一个贱 贱级女子而拒绝了她侄女 你说谁贱啊 你们才是真的贱 我要不是看你一把年纪了 真想把你扔进水了 不 我现在就把你扔进水里 我现在就把你扔进水里 你别 你别